中国媳妇 他养成上一代的礼教停训 他肩负传续下一代的重任 他宽容醇厚 无怨无悔 纵是千惊万代 难挑也得挑 回首来时路 纷扰沉沙行路 媳妇啊媳妇 你的名字叫坚强 杨总监 TH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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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有病要赶紧救医去 走走走 我带你去看医生去 走吧 没有用啊 那怎么行呢 来来来 起来 起来 来 我带你去看 吴董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有肝硬化 没有多久了 真的吗 这段时间 我都是靠着止痛剂 还有我的意志 只承转 我不希望 我的时间浪费在病床上面 我要为我的家人 安排好所有的一切 吴董 做生意方面的能手 我希望吴董 如果需要这样的人才 请您尽量地安排 他来公司 然后您需要 那奖务 他的和尽量 纪盒 这些重点 你它就是 纪盒 我 你独自忍受这么大的痛苦 身体病痛不说 心里头还惦记了你太太 我想 你是真的很爱她呀 她值得 她值得 不能 刘队长行 我打过电话给你 我是为了追查 翠娥嫂的命案而来的 是啊 我也在电话上跟你说过了 我很久没见到她了 但是 上个月的十七号 和这个月的初八 都有人在江家大宅里见过她 是吗 那也许是 去找我太太郭力红的吧 我不太清楚 两年前 你曾经串通翠娥嫂 把民雄的孩子 卖给了江家 那件成这么烂骨子的小事 当初那笔交易 双方拟情我怨 而且现在孩子 都已经归了民雄夫妇了 我想这件事情 应该不会有人再去追究了吧 听说你和江家 有很深的恩怨 江老夫人 是我的干妈 又是我的亲阿姨 我们之间会有什么恩怨 刘队长 你别听房间说书的编故事 就信以为真了 外界的人 是不会了解豪门生活的 总喜欢穿凿附会 我要是庄庄谣言 都要去理会的话 我哪有时间再去打笔相遇 你说对不对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刘大队长 应该没什么了 谢谢你的合作 苏不愿送 对了 今天江家来报案说 你的太太郭丽红离家出走了 他们很关心她的安全 这事儿你知道吗 什么 这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怎么不知道 你说 他会不会是畏罪潜逃呢 听说 你还认不认得这个 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不跟这婴儿在勾搭 你还在骗我 你是不是想逼我 逼我把他拿到虚不防去啊 李后 你不要在这边乱讲话 你疯了 我是疯了 我是疯了 我疯的都看不清楚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人哪 我疯的就把你这个杀人 扮太死人 你别陷害我 我疯的都看不清楚 这些 Gr powiedzieć 这些杀人 你接受准备披典 你还不信 你 我认可 对 你 大发力士啊 您别客气了 我懂 真的谢谢 谢谢您这么帮助我们 你这是说哪儿的话 你们夫妻都这么拼命地做事 应该说 是让我捡了个便宜才对 来来来 预祝我们合作成功 长命百岁 这下可好了 总算是遇到贵人了 有吴董的协助 以后你做起事来就方便多了 谁说 这世界上没有温暖呢 是啊妈 如果不是志和 工作表现得认真 吴董相信他的话 也许我们也不会有 这次合作的机会 这一切 都要感谢志和的安排 老夫人 少夫人 郭丽红她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听说她昨天晚上出车祸了 还是了解好感的呢 你说这是不是叫现实报呢 难怪丽红那天 被把孩子托付给我们 这世上的事 是非还真说不清楚 妈 不如我们去看看丽红吧 她在苏州也无情无故 爱可怜的 我看我就不去了 你帮她授校到医院 去看看丽红吧 我还听说 廖锦豪也找不着了 而且郭丽红出车祸的时候 手上还紧紧地抓着东西 看上去像杀翠鹅嫂的凶器呢 群补房现在也到处在找廖锦豪 要抓她去问话 要两个案子一块审呢 邱琴啊 我看以后 咱们还是得多注意一下 廖锦豪这个人 我怕他会报复 对啊 少夫人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狗急了还跳墙呢 谁知道廖锦豪 会干出什么事来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杀 Whoever 杀翰 zrob du B 杀翰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龙儿 豪 眼睛 导 zich 秀 果丰 rework 所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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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